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5個驚恐外資配息看好的雅翔寶 雖然金管會日前對於金控動用資本公積配息提出限制 讓不少純股族擔心 金融股明年的股息恐怖如預期 不過由於金融業今年的獲利較去年有大幅的改善 近日陸續有優勢的股息 永豐金、台信金、中信金、華南金和庫金等表態 樂觀看待明年的配息 永豐金今年前10月稅後盡利超越2022年的全年獲利 台信金前三季累積稅後盡利 年成長45% 創歷史新高 公司對明年的配息也樂觀看待 中信金雖然去年大環境逆風 中信金仍配出億元的股利 今年的營運大幅好轉 預估股利應該會比去年的好 華南金強調 可分配的盈餘將比去年正常 樂觀看待配息 和庫金也表示 有信心能夠維持該有的配息水準 不會動用到資本的攻擊 以上五間金控暴泥之 愛麗絲的成間客新聞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可能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之根本 最到實地擇方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加入理財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